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號陳明文為發言 好 主席我們請主委 委員好 主委恭喜啦 我想經濟部長卸任不久 你又高聲到國外會的主委 那我請問你 你當個經濟部長跟國外會的主委 這個角度上有什麼不一樣 部會它是它主管業務 要負責在第一線的推動 國外會著重在中長期的綜合性的規劃 以及這個計畫的審議跟廣告 您不會覺得當國外的主委責任很重大 責任是很重大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國外會基本上它是國家的總特首這個角色 它是在扮演國家重大的一個規劃藍圖 還有解決社會的一些問題 我想剛剛你的報告裡面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能夠提高我們政府的效能 那我發現我們現在坦白講 國外會這個角色 慢慢淪為現在你剛剛講的 這個我們合併的演考會啦 這個工程會啦還有檔案級 其實這個四個部門的總和起來 叫做國外會喔 但是過去的經濟經驗會的這個角色 人家說是一個小內閣 那現在我們這個國外會看起來好像淪為現在 過去的所謂演考會 演就考核 演就考核 其實在你的這個報告第23類裡面 你特別提到裡面的委員總共有23位 目前22位 22位裡面各部會所長都有 包括中央銀行的總裁 環保署的使長 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 交通部長 財政部長 各部會的部長 都必須要類型你的這個委員會 沒有錯吧 出席 沒有錯吧 都要出席你的委員會嘛 但是事實上你這個委員會在召開的時候 哪幾個部長出席過 哪幾個部長出席過 部長出席的比較少數 那麼主要是如果跟他部會的議題有關的時候 他們大概才會有機會出席 處長的出席的這個比例高不高 大概五分之一是由次長代理 對 我想部長處長都出席都不高 事實上都不高 現在都派到所謂的這個急處 甚至於司長 這個我是覺得這個我們為什麼 大部分都是由 我們現在的國安會的 司處長一起主管代理比較多 我現在問你說 為什麼我們的所長 我們的副所長 為什麼這個可以隨意的切起 國安會的委員會 這個難道沒有什麼意思嗎 我們我跟委員報告 實務上是這樣 如果這次審議的議題正好跟這個部會有關的時候 他們基於這個案件的重要性 通常他們會有比較高的出席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是有可能審議的東西正好跟他部會沒有直接相關性的時候 他通常就由一級主管來代理 我現在只是要提醒你啦 實際上要如何強化國發會的功能 實際上你的國發會是在協調各部會的一些政府工作 但是如果說沒有在這個委員會 那麼來這一個建立一個平台來這一個協調的話 實際上我是覺得你們是越做會越委收啦 我跟委員報告 那個案件不會直接提到委員會討論 前面一定會經過幕僚單位的討論 如果一旦經過委員討論呢 我們認為他定案之後我們就送給行政院來核定 主委 我只要告訴你 過去的經建會 經建會人家說小內閣 經建會在召開的時候 行政院的秘書場是一定要練習的 各部會首長是一定要練習的 財經的首長是一定要練習的 也就是說經建會的這個主委 都是未來這個行政院長的一個儲備人才 那今天我們看到我們的國發會 是越走越誰 越走越秀 所以這個功能是不髒 事實上讓我們覺得說 這個我們到底 國發會未來要扮演的一個角色功能是什麼 雖然你今天你的實現報告裡面 說得這樣 洋洋灑灑 那我在這裡 我只提兩個問題 我想這個你也特別提到 我們的國發會現在在解決的 很多的是一個社會的一個重大議題 當然包括我們的整個 如果提高我們的政府效能 還有國土的一個規劃 那我在這裡提到我們現在比較熱門大家在提的 這個所謂的低薪社會 人才外流 那現在最近我們立法院這個特別提到 所謂的企業應該要幫員工加薪這個議題 那我要在這裡請教主委 你的立場是什麼 行政院有送一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修正草案 到這個立法院來 那那個部分呢 是希望透過中小企業為員工加薪 然後就他加薪的部分呢 給予一定的租稅獎勵 是有這一個案子 那至於這兩天大家在討論的其他的這個主要的 這個加薪的修正案呢 都是以委員提案為主 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行政院有沒有投入了企業加薪這個版本 已經在大院審議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那在經濟委員會在上個會期已經審議通過 現在的所謂企業加薪大概現在有兩個配套方案 一個是我們現在立法院國民黨黨版所提出來的 所謂這個引進 增加引進外勞 沒有錯吧 另外就是你們的所謂企業減稅這個方案 這兩個方案 那你認為現在所謂的增加引進外勞 到底對於企業減稅有沒有什麼直接觀念性 沒有 我沒有看到有關增加引進外勞 因為我們看到了立法院的版本 也是針對於公司法 工廠管理 工廠法以及勞動基準法 你現在還不知道有人提出 這個要增加增加引進外勞這一個議案 我沒有看到 是 我沒有看到 那你認為呢 你認為現在如果說提出說要增加引進外勞 來幫助企業來加薪到底有沒有直接關聯性 一般來講是沒有直接關聯性 但是我們看到所謂的引進外勞 好像不是跟加薪條款有關 它是有關在緬甸引進外勞的那個 所以你的疑慮跟我的疑慮是一樣的 所以事實上現在所提的所謂的增加引進外勞 怎麼會跟這個 如果我們現在企業加薪有直接關聯性 後期他們認為就是說 你增加引進外勞 讓企業的薪資減低 然後來增加本土的員工的薪水 大概是這個個想 但是事實上這是沒有直接關聯性的 如果說用這種方式來增加企業的加薪 我覺得是有所不妥啦 我沒有看到這個案子 好 那很好 那我要進一步再問你 那現在另外一個所謂的這個企業加薪 好像說是鼓勵企業要去幫員工加薪 你如果說幫員工加薪100萬的話 你可以扣底營業所得稅130% 那這樣子的話會不會讓人家就覺得說 你這個企業 你的企業幫員工加薪 事實上是你的責任 也是你的義務 那為什麼政府要減稅 然後讓你這個企業幫員工加薪 這種政府這種優惠的這種 這種減稅的這種方式的話 幫忙企業加薪 這是不是讓人家覺得說 我們是假加薪真減稅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是參考日本跟韓國的做法 對於這個企業加薪能夠有一點的點火效果 那事實上它事實上也只是一個點火效果 因為加薪是長遠的 減稅只有當年度 所以它為什麼我們講它是個點火效果 而且它扣底的是把它納作成本而已 並不是去在稅的部分直接扣底掉 不過這一點事實上是值得大家來商借的 事實上我們是覺得說 政府鼓勵企業幫員工加薪 這個方向是正確 但是如果是用損稅來鼓勵 那我是覺得這是必須要大家一起來做一個檢討 那尤其是企業有探錢 當然你一定要幫忙 幫忙完工來加薪水 你不可以把 你不可以高層的這些經營者 增加我們的這種分紅 然後呢 這個壓榨員工 那讓員工永遠都是在現在的二十幾K 事實上這樣子的話 事實上這是一個 就低薪社會 對整個台灣的社會的一個正常發展是不好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個部分 我是認為 這個我們的國發會是應該好好的 就現在社會這個重大的這個 低薪社會這個人才外流這個議題 應該要好好來做一個思考 尤其是現在 現在這個財政部 也特別提到很多的一個稅務問題 我想這一點我要特別在這裡提醒你 最後因為時間關係 我還是要在這裡再提一下 國土的一個規劃 現在好像不是六都的這些縣市 都全部變年化了 事實上我們看到臨近的幾個國家 不管是中國 日本 韓國 事實上我們的燕霞市都不多啊 你說像我們日本 這三個燕霞市 這個韓國才兩個燕霞市 中國四個燕霞市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又要六個燕霞市 這麼多的燕霞市 你不覺得整個未來的這個 台灣的一個行政的一個發展上 會變成奇形的發展嗎 你有沒有對於這方面在做 整體的一個國土規劃 我們會就已經存在了這個六都 以及其他非六都的縣市的整體規劃部分呢 我們會來做一個整體的思考 那這個是我們已經存在的事實 我們希望能夠讓它的發展能夠更均勻 所以目前有在做這樣的事情 同時剛剛報告也在提出來 我們也嘗試的 在幾個非六都的部分 嘗試去做一些 比較區域性的一些 一些帶動 能夠讓它的這個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我要必須要在這裡提醒你 像嘉義這種弱勢的縣份 本來都已經財政困難了 那未來 如果說你們現在發展的一個 其實是變成是一個 六都的一個 都會型的一個都市發展 那慢慢的這個整個這個財政上 那在這種財政收入法文法 沒有這個整體規劃 那未來的這些 非M 瑕述的這些縣市 我們會做區域性的規劃 比如說委員關心的嘉義 我們是雲家南 抱歉 這個我們會從雲家 雲家還有跟台南之間的關係 來做整體的思考 你講的是區域平台 我是知道的 但是事實上在整個 在整個這個政府的效能上 尤其是像 M 瑕述 從人才上 課長他就是 他是九等課長 那誰要做國長 要在你 你就會M 瑕述的當八等課長 當然都往上 往M 瑕述跑 所以人才培養以後就走了 那未來的財政 慢慢的 不是M 瑕述的會變成乞丐化 沒有錢 沒有人 那以後整個 這個地方的一個發展 會變激情發展 後會越好 百會越壞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 我們的國華會 應該要對國土規劃 要重新的做一個 這個 全盤式的一個檢討 讓整個 我們的 國土規劃 在 這個 機翼的發展 能夠平衡 謝謝委員 我們我想往這個部分 我們會納入重點來思考 謝謝 好 謝謝 總委員的諮詢 我們接下來請 林代華 請委員諮詢 請 主席有請 杜主委